来感受一下这一片喜气洋洋 今年度蜜香红茶评鉴比赛中 瑞瑟无赫茶区六家茶行是大显神威 总共13遍的金牌奖项中就难刮了七面 不只是相公所 今天下午县城府农业处长陈淑文 也会同农会三巨头 注意到补贴红榜请贺 金牌东森战战战 县城府农业处长陈淑文 以及农会三巨头准时两点 抵达第一站金牌奖得主东森茶行 老板娘年阿端也献上 今年新出炉的金牌蜜香红茶 香甜滋味喝得满嘴蜜香 拿下金牌王当之无愧 今年的品质还算是不错 因为我们去年也有 一些茶叶界的同好 他们来订了400多斤的 就是属于金牌奖的等级了 金牌中的金牌了 那我们今年的话 我浇的茶量也比较少 但是成绩也相当不错 欢迎大家有空来喝茶 看称是蜜香红茶研发鼻祖的 嘉明茶园高兆许 在这一次蜜香红茶评鉴比赛中 就拿下四面金牌 看称金牌王之首 其实将来我们平常在茶园管理 或者是在制茶方面 我们平常都很要求 所以说在自己评鉴之前 我们自己都会先评过一次 不管说是要参赛的 或者是一般要败给消费者 都还是要很慎重 112年度 欢迎鲜明香红茶评鉴比赛 11号圆满落幕 瑞瑞五客茶区茶农大显神威 13面的金牌奖项就包办了七面 堪称最大赢家 瑞瑞香农会今天下午也陪同 县政府农业处 道府贴红榜千贺 吉林茶园红茶醉甜 春风茶行最改第一天 好茶园茶醉行 金奖的部分我们维持在2万 银的部分我们1万2 那铜的部分我们是8000 那优良奖的部分 我们有稍微做一点点的提升 也就是每一台金4800块 那最主要调涨的原因 是我们今年的品质 相当的优质 所以为了体恤我们的茶农 所以我们有做一点点的这个微调 农会因应原物料飙涨 今年首度微调得奖茶的价格 增加茶产业农产经济收益 县府也就产业行销推广上 琢磨出力 双管齐下提高产值产业永续 那不管是我们瑞瑞的茶产区 或者是我们赤坑山 或者是六十单山的农友 都有非常优秀的成绩 那尤其像我们瑞瑟这边 是我们蜜香红茶的起源地 那也恭喜这次所有得到我们金牌 银牌铜奖 还有我们优良的农友们 那现在我们这边也会支持 我们的农产业 不管是向现场经验的主轴 我们带出国际一户的西郊行 世界有人来到花莲 我们会持续地把我们茶产业推广出去 今年度十三面的蜜香红茶金牌奖 分别由嘉明茶园拿下四面 吉林茶行三面 好茶园两面 东升清风以及明克 各拿下一面金牌 而目前获奖茶也正式上架贩售中 蜜香红茶不论冷泡或热饮 各具独特风味 顺经解渴又消暑是炎热夏季最佳饮品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